蜡染 古代又称为蜡 是一种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流传了千年之久的 传统手工印染记忆 用蜡苗花样 最上等的苗蜡 是柔顺细腻的蜂蜡 但是价格昂贵 山上的枫树枝叶和羊油 以2比1的比例 不停搅拌混合 取风枝看天气 天热的时候需要一周 天气不好 一个月都出不来 苗家人的服饰文样 和曲色想象都得自自然 自然的疗远和丰富 造就了服饰的细腻 艳丽 蜡染苗样和织布的图案配色 全凭直觉 这种信手捏来的自信 来自对传统的耳濡目染 也来自技术纯属后的游刃有余 农历四月苗样 五月做电兰糕 六七八月染色 这是苗寨女人 可自然相伴的生活日历 电兰草长在家背后的山上 每年农历12月 从山上采回电兰草 再种到院子里 来年五月 电兰草长老了 就可以割下来制作电兰糕 做成的兰电糕 加水做染剂 染布的过程要反复进行 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蓝色 蓝阻断了蓝电液渗入布纤维 废水多次漂洗 把蓝洗掉 蓝白相间的图案 便显现出来 苗家的知染记忆 都是以母亲传给女儿 这样的方式 代代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